穆爷你要怎样 我觉得图蕾的那个 你要怎样 就是因为他是十一生嘛 你要怎样嘛 要不然你来做好吧 我不做了 你来做 没问题 我都不公平 你来做 他可以给他发我 那可以 那你来做嘛 我认为不可以 行不行 要不录两个版本 你录个版本 我录个版本 OK 差你了你们 在早清不当求职节目上 曾出现这么一幕 一个还未毕业的女大学生 叫着正为老板为她争执不休 求职场秒便修罗场 主持人独累甚至不惜 以不干主持向要挟 回绝求职者所提诉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好 我叫李倩 来自河北宝定 今年23岁 即将毕业于河北联合大学 平面设计专业 今天很高兴来到 非女莫属的舞台 想在这里寻求一份 实习店长 管陪生 或者是大客户销售的工作 谢谢大家 在听完小倩 简短的自我介绍后 一旁站着的沐言 便忍不住爆料 表示她先前了解过 这位求职者 别看她年纪不大 人生经历却颇为丰富 干过信息员摆过地摊 在校广播站做过编辑 两年前还得过不治之症 这当中最主要的是 还在厂上某家垃圾公司 当过实习生 是吗 这家公司就是一家屌丝公司 并不是一家高大上的公司 一会儿李倩会详细的讲 沐言 高大上的公司 都是先从屌丝开始做起 总有一天 我们这样吧 但是你认识她吗 我没见过 也是 做大老板的 哪里会记得住小人物的面孔 小倩随即解释道 她目前是在罗总旗下的 去分企公司 当过一段时间实习生 主要负责唐山线下的市场扩展 该公司也没有目言说的那么差 团队的协作力很好 也有很大的发展前进 之所以会放弃不干了 主要是地域不合适 就是我不想再在唐山了 因为我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想来北京发展 就是这么简单 就完了 吐槽 罗大了吗 你当时跟我讲说在那工资特别少 是 说实话 罗大了确实有点少 对 特别少 干活特别累 图类听到这也不由内涵 表示他是第一次见 台上老板的员工还没离职 就上来面试其他11位老板的 这足以证明这个公司混得有多差劲 台上坐着的罗总听到这 脸色瞬间挂不住了 我有种心痛的感觉 还是有蛮大影响 我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有很多的反思 为了挽回公司形象 罗总便跟小倩谈判 表示他们公司的工作地点是可以全国轮杠的 如若小倩不愿意去唐山 想去上海北京等地方就职 也是可以商量的 其次就是薪资问题 小倩目前还是个再读大学生 像这种没毕业的学生 在他们那儿都按实习生处理 工作地址有待商议 月薪也是等转账后再谈 合着你巴巴了半天 都是在画大饼杯 一旁看热闹的陈仲就发言表示 罗总说的这些全是废话 还没一句道歉来的实在 非常的抱歉 所以今天我的员工 来到菲尼莫罗斯的舞台上 应聘 当我看到了有些 去分期来分期这样的一个字眼的时候 心里面确实蛮不识滋味的 我希望我今天能把你招走 听到这儿的小倩莲毛解释到 他并不是个注重薪资 谁开了价高就跟谁揍的人 这些薪酬啊 工作地点啊 只是他想离职的小部分原因 他主要原因是看职业规划 想遇到个志同道合的老板 愿意气种他栽培他 所以说如果 今天罗总愿意把我调到总部 愿意亲自带我的话 我愿意跟他走 此话一出 厂商其他老板就不愿意了 觉得这个求职者太心机 利用他们来给自己老板施压 然后借此升职涨薪 要知道来这里的求职者 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 跟上一任公司切断联系 做好入职新公司的准备 像小倩这种 再回都早跟新早来回横跳的行为 严重违背了节目宗旨 根本没把他们这十一位老板放在眼里 就基本上这个口已经疯了嘛 这个说他一定留 那个说只要你给机会 我就去 那我们就不陪罗敏同事完了呗 你为了涨工资 然后拿我们来做垫背 这算什么呢 现场上其他老板都颇为不满 主持人图来便提出一个折中的法子 让小倩先考虑出罗总外的老板 合适就成功入职 不合适就回绝他们 然后再跟罗总谈判 考虑是否离港 在此期间 罗总不得干预小倩求职 小倩不得拿罗总索题条件 与其他老板索题条件相比 对对对 你要给他一次机会 不 你有机会呀 他谢谢再见了之后 跟你就有机会了呀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跟你没有关系呢 你按道理来说 你是要避嫌的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儿的 你是他的老板 但是你可以留在这儿 但你没有机会选择 我认为这是公平的正常逻辑 我认为这是公平的 不不 这绝对是公平 按照道理说 他既然出来找工作 就已经放弃了他了 他如果真的想回去 那他就会在他的内部 继续把你们灭了再回去 对 在得到厂商老板的一直认可后 图磊让小倩接着表达求职意向 小倩表示他求职底线就是 薪资在北京不低于五千 因为他的家庭条件不好特别缺钱 父亲患有小儿麻痹 无法挣钱养家 母亲由于过度操劳 导致营养不良 腿脚不好 无法干重活 在他前不久又得了甲状腺瘤 做了手术生死一线 好在最后挺了过来 为了养活这个不堪重负的家 他必须要多挣一点钱 你应聘的职位是 如果是全国连锁店的话 我希望从实习店长做起 一步一步晋升 如果是 其他的公司的话 可以做销售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跟人打交道 做管培生也可以 让我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定位吧 说完了这些图类 便让众位老板决定 是否要给小倩提供岗位 福能集团的刘总 给出的岗位是校园CEO 月薪六千家 专门负责做大学生创业职业能力养成 通灵珠宝的神总 给出的岗位是 专卖店实习店长 月薪五千 工作城市随便选 见两位老板开的薪酬都不低 晾在一边的罗总 可就坐不住了 林倩 不好意思你不能说话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 你不能说话 说了也会被剪掉 剪掉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你他可以 把我 我们把他招到之后 你再去挖他去 其实他现在 这样子才能选择的同时 也是不能发言 当然了 场上也有帮罗总的 沐妍导师就认为 土磊这个做法 对罗总跟小倩不公平 应该让小倩在选择就业之前 跟罗总交流洽谈一下 给罗总一次机会 场上灭灯 在看热闹的老板 见此也纷纷赋议 他现在有权利 跟他的老板问一句话 就是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万 不可以 这叫什么事 不是不是 因为他是 这是在敲诈 刚才你自己在这说 但是我觉得罗敏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 这个跃跃欲试 想要把 好演 我们应该给他一面子嘛 这接下来就变成开头那样 沐妍执中为罗总名不平 认为小倩现在 只是个实习生 不算正式入职 罗总是有权利争取的 听到这儿的土磊 也懒得跟沐妍较真 直接拿职位相要挟 表示沐妍若是还有意义 他就不干这个主持人了 让沐妍自己来挑大梁 我觉得我说的相对算公平 荣民有机会 如果他还想回到老东家 他完全可以谢谢再见 我回去 但如果老东家跟县东家 现在老板都在说 你给不给 你给一千万我就去 你不给我就到这两家 那成什么了嘛 拍拍会呀 对 剑场下观众都呐喊力挺 沐妍跟罗总只好放弃争辩 一直漠不发声的小倩 见词便站出来表示 其实他也挺想知道 罗总能开出怎样的薪资岗位 我有一个请求 就是我想听一下 罗总给的 你现在不能跟他对话 你要跟他对话 请谢谢再见 你去跟他对话 你现在跟他任何的对话 都在讲价的过程 卢磊说完了这些 便让小倩在 刘总跟沈总当中 做出选择 是尽量这其中一家公司 还是都不选跟罗总谈判 小倩在犹豫再三后 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要求在选择前 先听听罗总开车的薪酬 场上的沈总 听到这儿 直接溜摊子不干了 我觉得我现在放弃 你完全就是在敲诈 我放弃 我不要 我放弃 他这个就是在敲诈 会问你给多少钱 问你这样的员工 到我这里去 你还是会这样子做的 我不要这个人 相比较神总而言 另一位 刘登的刘总态度 就比较大气 刘总表示他们公司 正缺小李这样的人才 所以他愿意为 小李刘登到底 无论你是不是敲诈 我看好你 我愿意发任何代价 我都留住你 在听完刘总这番话后 小倩也不坚持 要听罗总开条件了 毅然决然的选择 是刘总的福能集团 好啦废话不多说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